女生嘛,怎麼都會留一點感情生活、感情故事 那在當中可能會發生過一點不愉快的事情啊 或者是一些心痛的啊、幸福啊、開心的都有 那在這個歌裡面是在描述說 已經要終止這一個感情了 哦,所以就是你長過了一段感情 對對對,然後就是在錄這首歌 我非常記得在錄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已經痊癒了過來 就是已經,傷痕已經好了 然後就要錄這首歌 可是我唱不出那一個心痛的那個感覺 我在錄音的時候錄音師就說 不好意思,你好像唱得比較開心 我說啊,怎麼辦,我唱不出那個傷心的 那他就說,你試看 他就一直叫我把那個最內心最深處的那個痛挖回出來 然後我就,真的要嗎 到最後真的是,一直去想回想回 然後製作人就把那個錄音師的燈全部關掉 然後就放了一些很悲傷的那個音樂給我聽 我聽得過我就投入進去 那麼這四首歌曲裡面呢 你覺得帶給粉絲所有怎麼樣不一樣的起碰 其實就剛才說就是一首 四首歌裡面串成的是一個故事 那我所要表達的東西就是 不管是在感情上,在生活上,在事業啊 在種種的問題的時候 都不應該輕易的放棄 所以知道,就有一天會雨過天晴 會熬過去 可能在那個很痛苦的那個時候 只是一個轉捩點 所以這首歌曲也帶來了有輕快的 也有悲傷 就是有可愛型的 也有可愛型,開朗型的那種 好,那麼接下來這首歌曲呢 你想要帶來的這首是 這首歌叫自由陪伴 對,自由陪伴 其實這首歌曲 自由陪伴完全是講述什麼的 顧名思義就是自由,有自由的陪伴 就是說一個人在感到寂寞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自由的陪伴 對對,就是其實你不孤單 你是不是一個人 You're not alone 只是有一個,才有一個自由陪伴你 那種感覺 好,這樣我要拼拼一下你 到你這個歌曲裡頭的歌詞所 裡面唱的是怎麼樣的一個自由陪伴 來,我們來給一個掌聲 Yes 一切自由陪伴 這種歌曲彷彿是 跟我的性格不知道像不像 我在錄的時候 然後是有一點好笑 等一下再做故事 不要緊牙關 慢慢斷滑 沒有你生活 我也是一樣簡單 你再也猜 是我一種災 是去你的晚餐 是神經我陪伴 下來啊 卻說期待我的勇敢 卻學著迷人臉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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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聽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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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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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是期待我的勇敢 卻是最迷人变大 是不是诺感变后对我一心来想 我没有老人的心感 不会与你期待 你笨蛋我不管 对未来我不能比你